今期的商業行就是講到分享和聆聽 如果沒有人肯講,那就沒有得分享 如果是講了,又沒有人聽,又沒有人 所以分享和聆聽,都是在教會生活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自己比較喜歡聆聽 因為我比較喜歡聽別人的分享和生命故事 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也有關係 我也傾向一個比較容易分享的人 我想可能從小到大的經歷都是遇到好人比較多 從小到大都在大家互相分享和聆聽的文化下長大 所以我去觀望自己的時候,發現其實都可以 夫婦團契,因為老公、老婆坐在旁邊 有時去到某些位置,大家就好像有點勒著 說完回去可能有後果 所以在夫婦團契,我們有時都要想一些想法 都是一個容易去分享和聆聽的環境 我們的分享都挺有趣 有時不一定是坐下來這樣說 固自然會有,即是吃飯,團體的時候都有 但可能有時,我們都會喜歡用社交媒體 那個竅門其實都不是太複雜 我發現是你要主動去先做分享的 因為我很感受到,跟別人建立關係 一定要用時間 另外,我覺得當聆聽分享的時候 大家的回應都很重要 能夠不帶著判斷的眼光去回應 以及用明白了解的道向去聽 那些年輕人,不是很喜歡互疾嗎? 即是大人都有的,但可能在心裏面互疾 可能在心裏面互疾 在青少年的時候,有人說了一些話 大家互疾,有沒有試過你怎樣處理 或者怎樣收課呢? 即是逐點說,都會串來串去 但我猜不同的位置,大家都知道 可能就是很直接問 大家知道背後可能真的是開玩笑 背後好像是用一個比較開玩笑的方式 去表達一些東西 可能有時候用這種所謂互疾的方式去表達 對於年輕人來說,那種語言真的比較自然 可能,對呀,對呀,我是這樣 我也知道 即是類似一些這樣 可能這樣反而是比較直接和自然 然後翻譯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多謝